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怀疑美国政府在秘密进行UFO甚至外星人的研究,但直到日前这一行动才得到证实。 美国国防部官员向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承认该组织曾拨款两千两百万美元对不明飞行物UFO进行秘密研究,项目被称为先进航天威胁识别计划,The Advanced Aerospace Threat Identification Program开始于2007年。 2012年以后,国防部应要节省开支不再资助,但据参与者说,项目并没有中断。 在过去五年里,该项目的官员们在执行国防部其他职责的同时继续调查服役人员报告的事件。 该计划主要研究UFO文件或影音记录,曾发表过一份490页的报告, 其中描述了数十年来在美国及全球的多宗声称不明飞行物体目击事件,但研究并未得出外星人是否存在的结论。 虽然各国民间都有研究UFO的兴趣团体或学术团体,但政府部门尤其是美国国防部也参与其中, 在许多人看来难以理解。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说明UFO或者外星人真的存在, 也很少有人相信他们会对人类造成真实的威胁。 UFO通常又称飞碟,这一名称,首次被使用是在70年前。 1947年6月24日,美国人肯尼士18Z德·Kennett Ennold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上空驾驶着自用飞机, 突然发现有9个白色碟状的不明飞行物体。 据他目测,这些物体以约每小时1600公里或1900公里高速飞行并转眼消失。 他向地面塔台喊道,我看见了飞行的碟子,IC Flying Salsa,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 由于飞碟这一说法形象贴切,很快就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 其后一名记者在报纸上首次使用了UFO,这个缩写被正式沿用至今。 虽然此前也有部少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记载, 但此后,随着全球各地有关UFO的事件报道越来越多, 人们对UFO的好奇与恐惧也随之增加。 其中一些事件还曾引起大范围的关注, 如1952年的华盛顿不明飞行物事件, 1980年的轮道森森林事件, 1989年至1990年间的比利时不明飞行物体事件, 1997年的凤凰城光点事件等。 20世纪以来, 许多国家都曾开展对UFO的调查。 法国国家宇航局自1954年开始建立UFO档案。 英国国防部1950年至2009年间, 曾设有一个专门研究UFO的部门。 美国空军在1966年至1968年间, 也曾发起了一项UFO研究工作。 对于大多数的UFO报告, 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已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在许多例子中, 报告的UFO事后被证明为 星星云、常规飞行器、 间谍飞机或旗排出的危机在异常照射下产生的现象。 此外, 大气层状态也会造成人眼的错觉被误认为UFO。 不过, 科学家承认, 人有5%的报告不能确定究竟是何物体。 这给相信UFO真实存在, 并且可能与外星人有关的人留下了阐事空间。 2012年,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项民调发现 36%的美国人相信不明飞行物的存在 10%表示有过目及经历80%的人认, 为美国政府对公众隐瞒了事实。 相信外星人存在的人中最知名的 也许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Winston Trachio, 他曾在一篇名为《宇宙中只有我们吗? And we alone in the universe》的文章中写道, 数以十万计的星云, 各个都包含数以百万计的太阳, 当中有行星环境适合孕育生命的几率很大。 更有传闻称, 美国第34任总统埃森豪威尔, Dewight David Eisenhower, 曾与外星人三度会面, 并于1954年与外星人签订协议, 容许他们绑架一定人数的地球人在地球, 及太空进行实验, 以换取外星科技。 此说法得到美国前国会及国防部顾问古德, Timothy Goode, 和曾为华府效力的美国地质学家和结构工程师施奈德, Philips Gneter的证实, 但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撒谎。 有专家指出, 如今即使不相信有UFO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外星智慧生命和不明飞行物早已成为主流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传闻广泛存在于流行电影和文学作品中, 他所反映的是我们对未知失误的想象和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 参与美国国防部UFO研究项目的罗伯特捏与Robert Bigelow则对, 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表示不满, 他说, 我们的科学家害怕被排斥, 我们的媒体害怕这种耻辱, 中国和俄罗斯要坦率得多, 他们和国内的大型机构合作, 像比利时、法国、英国这样的小国, 以及智利等南美国家也都更加开放, 他们愿意主动讨论这个话题, 而不是受制于一个幼稚的禁忌。 尽管如此, 美国国防部承认对UFO进行秘密调查, 争议是在所难免的。 一些人表示支持, 他们是理由是因为无人能说清UFO到底事实要, 也不能排除外星人存在的可能, 既然如此, 它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其进行调查, 并不违背其职能要求。 但反对者称, 对此虚无有之物投入巨资调查实在太愚蠢, 而且不符合规定。 由于项目是秘密进行的, 不受监督, 等于是把纳税人的钱用来满足一些人的私人兴趣。 何况, 有比UFO更真实, 更迫切的安全问题等待政府部门的研究, 比如含鲜河危机, 毒品和枪支的泛滥, 甚至全球气候变暖等。 这种争论会产生时要结果很难判断, 不过随着这一话题的热度上升, 要求相关信息的公开可能会被提上日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 对UFO的研究也正在走向公开化。 2005年以来, 英国国防部的UFO文件已由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陆续公布, 法国国家宇航局已于2007年公开UFO档案, 其中涉及1954年以来发生的1600多起目击事件。 芬奇指出, UFO项目一直保密, 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如前所述, 这样的研究遭到许多人反对, 认为这是可笑的, 愚蠢的, 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 本身需要研究来证实,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如果公开进行, 可能会对公众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困扰。 但如今看来, 与其说民众对UFO的威胁感到恐慌, 不如说他们对于政府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研究更感到困扰。 于是,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部门大范围的公开, UFO档案亦供民众检验。